它是乌伦谷湖的水中霸主 吃鱼吃蛙吃同类 它为什么如此疯狂 为什么数量很难增长 如何让凶猛的白斑狗鱼 跟其他鱼类共生共长 科技院马上为您揭秘 各位好 欢迎来到 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要跟您说说 新疆乌伦谷湖中疯狂的狗鱼 这鱼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凶 它可真是湖中一霸 只要是活物 它就敢于去尝鲜 上去就杀个你死我活 第二个就是它很稀少 在我国只有新疆阿勒泰地区的 厄尔齐斯河流域里 有野生的白斑狗鱼 下面咱们就一块去见识一下 这鱼是不是比你劲儿还大呀 想不太大了 哎呦 这个浑身都滑了 哎呦 找不起来 行哥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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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里面就不安 快一米了 快一米了这个 哦这个大 哎呀太大了 这有多大呀这条鱼啊 这有六公斤 五六公斤吧 这可能有个七八年吧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阿勒泰狗鱼 是福海鲜乌伦谷湖中的强守货 大嘴尖牙 杀气外露的阿勒泰狗鱼 学名白斑狗鱼 它是水下疯狂的捕食者 除了水中游动的鱼类 吓到水底的小虾小蟹 尚致浮游在水面的 挖泪水禽 都列入在它的食谱当中 饥饿至极 白斑狗鱼甚至会自相残杀 同伴也可以被当作一顿美味 总之只要是活的 白斑狗鱼都敢于去尝鲜 白斑狗鱼它有一个特点 它死的东西它是不吃的 它是吃活的 白斑狗鱼身居湖中食物链顶端 它有理由疯狂不食 只要是活物 见啥吃啥 大嘴尖牙 使它更有条件疯狂捕食 白斑狗鱼的嘴巴扁 嘴裂长 能够占到整个头的一半 闭嘴时不显眼 一张嘴 这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白斑狗鱼大嘴一张 小鱼小虾轻而易举就被吞下 对于大个头的鱼 只要咬住 就不会让它有机会逃脱 而能否将捕捉到的猎物牢牢咬住 这还得靠牙齿配合 白斑狗鱼的大嘴里面 到底长着怎样的牙齿呢 那个上额的牙齿 应该有十几牌吧 乍一看 白斑狗鱼的牙齿 多而且尖锐杂乱 仔细看就会发现 它们都是倒钩状 向里倾斜 进嘴容易 出去难 就是它一旦进攻 把这个小鱼咬住以后 它是逃不脱的 越挣扎可能咬得越紧 鱼一旦进了嘴里 就被尖牙挂住 难以逃脱 一般的小鱼 基本上是一口吞下 它这个胃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鱼在里面去以后 基本上就是吞得整个 就是我们解剖它的时候 有时发现 就是像这么大的鱼 这么长 这么长的鱼 整个就是吞得整体 把它咬死以后吞得整体 白斑狗鱼可不是傻大个儿 捕起时来只会简单粗暴的疯狂猎杀 它拥有超长的捕食技能 一般的鱼类都采取 边游边吃的捕食方法 白斑狗鱼跟它们不同 它捕食以伏鸡为主 白斑狗鱼有两个本领 可以保证成功伏击 一个本领是它可以利用保护色 巧妙地隐藏自己 它身体的颜色和上面的白色斑点 会根据生活的水域环境而发生变化 白斑狗鱼通过变色 与周围环境很好地融为一体 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潜伏在猎物身边 而不会引起它们的注意 这是白斑狗鱼会施展成功伏击的另一个本领 长时间静止停在水中 掌握火后伺机而动 它可以像潜水艇一样 停在水中任一个位置 长时间保持不动 借此来麻痹身边游过的小鱼 消除它们的戒备心理 它就是比较慵懒的一种状态 它躺在那地方一躺就是半天 慵懒只是一种假象 白斑狗鱼时刻都在观察 身边有没有猎物经过 从它身边经过的那种小鱼类 去捕食的时候 它也比较出击 也是比较果断 比较凶猛的 一旦锁定目标 白斑狗鱼会不慌不忙地 将身体调整到最佳位置 然后出击 整个过程迅猛且暴力 这么摆动 然后嘴张开这么攻击 这是就像那个火箭 起步前冲 减速急停 吞咬住鱼在瞬间完成 在冲劲十足的情况下 吞咽过猛 偶尔就会造成白斑狗鱼 跟猎物同归于尽的局面 这是疯狂捕食 凶猛贪婪造成的悲剧 面对大鱼 它通常先是牢牢咬住 然后反复甩动 直到把鱼甩晕昏死后 再把它吃掉 与大鱼搏斗 拼得可是身强体壮 一副好身板 那可是必须的 白斑狗鱼凭借好身板 可以横行水下 离水后的表现 也是不一般 借助鳞片上的粘液 它可以在地面上滑行 跳跃一个多小时 寻找一切求生机会 白斑狗鱼顽强的生命力 让它特别适合长途运输 途经八千里 从新疆北部到东南沿海城市 大部分鱼都能够活下来 其他的鱼呢 它那种耐运水的程度 它没有这个鱼比较皮实 它说 所以这种鱼呢 它卖叫 像我们现在发到上海和深圳去的 它呢 它都存活率还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白斑狗鱼只不是鲜活猎物 长满一身腱子肉 这肉有弹性 没腥味 怎么做都好吃 而湖边捕鱼人最喜欢的 莫过于一锅简单的 湖水煮湖鱼 这样现捞现炖的白斑狗鱼 一年中难得吃上几次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少 每回鱼船依靠岸 白斑狗鱼立刻就被抢勾一空 不出半小时 其他鱼也全部卖光 没买到鱼的客户只好提前预约 下一网啥时候来 你下一网啥时候来 三天 三天以后来 即使提前预约 也不一定能够买上鱼 湖区的产量它毕竟有限 它不能说它想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有 在整个乌伦谷湖里 不仅白斑狗鱼数量少 河豚等其他的经济鱼类产量也少 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乌伦谷湖的鱼产量为什么这么少 一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呢 这跟当地鱼的生长速度慢 生长周期长有关系 它整个的生长周期它是比较长的 如果说能够和南方呀 一些地方相比 它的生长的周期 它要长达多一倍到两倍以上 湖里长了两年的白斑狗鱼 身长只有三十厘米 体重不到一公斤 而内地人工养殖的白斑狗鱼 半年就能超过一公斤 除了白斑狗鱼 湖里的其他鱼类也长得很慢 鱼普遍长的慢 有两个主要因素 这头一个就是水温低 我们这种高纬度地区吧 每年的冰封期长达六个月 然后这个平均的水温在二十度以下 乌伦谷湖每年冰封期长达六个月 到了最炎热的夏季 雪山上积雪融化入湖 湖水温度仍然大大低于常温 水温低 渔活动范围大 能量消耗多 涨得就慢 产量就上不去 除此以外 乌伦谷湖里渔长得慢 第二个原因是湖水危险 里面的水生生物少 可供鱼吃的天然耳料少 鱼吃不饱 吃不好 自然就长得慢 水质偏瘦 而且透明度特别大 所以它的鱼产力是有限的 一亩水面才两公斤鱼 水温低 天然耳料少 乌伦谷湖中的鱼普遍长得慢 虽说白斑狗鱼 居于水下食物链的顶端 可以肆无忌惮地疯狂捕食 但是湖里其他鱼类数量少长得慢 它的食物也不富裕 三天两头的饿肚子 当食物出现不足 它就会吃同类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乌伦谷湖中鱼的数量越来越少 那么用什么方法 可以提高乌伦谷湖的鱼产量呢 人工补卫饲料 往乡养鱼 都可以快速提高鱼的产量 可是这些方法 在乌伦谷湖都行不通 我们不搞人工养殖 我们湖区是禁止 往乡呀禁止这个人工养殖进入的 乌伦谷湖不许人工养殖进入 一方面是由于这儿的水产品 走的是高品质 有机产品的路子 为了保证质量 一百五十多万亩的水面 都被列为禁养区 湖面不搞人工养殖的第二个原因 是为了保持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人工养殖投喂的饵料 很容易污染水质 好的生态就是好的资本 也是好的名片 同时也是你最好的发展的基础 没有好的生态 你所有的发展无从可谈 乌伦谷湖坐落于大漠戈壁之中 千百年来当地人一直像爱护眼睛一样 守护着乌伦谷湖 禁止湖区人工养殖 不让它受一点伤害 要想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 就不能在湖里进行人工养殖 用什么方法能够提高乌伦谷湖里 白斑狗鱼的数量呢 当地的水产部门 总结研究出来两放原则 一个是捕鱼时 捕大放小 另一个是增值放流 放流当地的土著鱼苗 大规格鱼苗 乌伦谷湖每年的四五六七月份 正是鱼类的繁殖旺季 这四个月属于禁鱼期 八月份开湖捕捞时 当地人严格遵循捕大放小的规定 五五五年 找大了那刀 你这么大的鱼都往外扔不要了 不要 这都不要啊 那么大鱼都规格都不知道是吧 我没放到水边 明年再刮呀 湖里面二十多种鱼 一往上来能打近千斤 但是只能留下两百斤 要放走五分之四的鱼 这是因为湖里面不同种类的鱼 有着不同的捕捞规格 百分狗鱼我们现在就是八百克 以上就起来 像这么长八百克 不同的鱼的个体它不一样 那个黄金鱼 它的个体我们就是定的两公斤以上 才起来 把捞上来的不合规格的鱼放生 渔民起初也舍不得 几年下来发现最后受益的还是自己 小鱼卖价低 来年鱼长大了 卖价可比小鱼高上好几倍 更重要的是 鱼的黄金生育期保住了 鱼的数量就不会下降 这种鱼正好是它的生育的最佳时期 像这种鱼我们吃了可惜 我们有更大的可以去吃 然后这种鱼放下去 它到明年的春天 它可以繁育大量的鱼苗出来 捕大鱼放小鱼 保住了鱼的生育期 可以让它们多生孩子 可自然环境下 鱼苗活下来长大的并不多 要提高乌伦骨湖里白斑狗鱼的数量 仅靠捕大放小远远不够 还得实行人工增值放流 我们春天把这个原种鱼进行人工的工厂化的大规模的繁育 然后在池塘里面把它培育成下花鱼种 秋片鱼种 人工放流 蒸植放流 放流到户区 一开始水产工作人员不敢投放太多的白斑狗鱼苗 怕它一多 其他鱼受损失 于是先尝试着多投放生长速度快的杂实性绿实性鱼苗 像鲤鱼 鲮鱼 雍鱼等等 我们连续几年投了1800多万资金 就是这种鱼苗放了那么多 白斑狗鱼的包括河路的投放量就相当少 一大笔常规鱼苗投放下去 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快速生长 可没想到事与愿违了 但这种鱼它多了以后 它一时长不大 长不快 它七八年了还不大 通过人工感育 为常规鱼类减少了天敌 它们为什么还不好好长呢 原来这么做 打破了湖区原有的生态平衡 连鱼拥鱼生活在同一水体空间 在同一层水面觅食 时间一长 在没有外来补助饵料的情况下 集体吃不饱长不好 更糟糕的是 它们的市场效益也差 然后市场上呢 像这种鱼的又几乎缺近饱和 投放常规鱼长势不好 没有市场竞争力 水产部门又引进了市场上走鞘的 迟早公鱼 这种鱼进入乌伦谷湖以后 种群数量迅速扩大 很快成为乌伦谷湖出口创汇的主要经济鱼类 迟早公鱼 每年的捕捞量在一半左右 迟早公鱼一年生 生长周期短 繁殖快 它们虽然可以为白斑狗鱼提供口粮 但是 它同时又把白斑狗鱼的鱼卵和幼小鱼苗 当作自己的口粮 它们一夺 白斑狗鱼可就惨了 数量是不增反降 后来人们只得控制迟早公鱼的种群数量 逐步将它们清理出乌伦谷湖 在增值放流的二十多年里 人们在实践中慢慢地发现 乌伦谷湖里长势好 经济价值高的 还是当地特有的鱼类 它们千百年来 共生共长 相生相克 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链 增值放流 还是得按照 湖区内土著鱼类的分布比例 科学投放当地的土著鱼苗 我们有的人家没有 然后我们要把我们有的 要发挥它的应有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 百万果余 我们今年就投了 五百万尾的这个小鱼苗 以前没投过 然后河路来投了两千多万尾 投进去 我们明年像小那个高铁亚落鱼 我们现在当地人叫的小白条 我们要投五千万尾到一亿尾的 这种量要投进去 要补充这个里面的这种土著鱼 特色鱼的一种资源量的不足 明确了投放鱼苗的种类 水产部门开始研究 投放鱼苗的大小和多少 以前是不管鱼苗大小 繁殖出来就往湖里放 鱼苗小投得多 活下来的也少 广众博收 现在投放鱼苗 讲究金庚细作 大鱼苗进湖后 适应性强 成活率高 长得好 09年来的时候 鱼苗都在50克左右 我们现在到了200克 大的有500克 将近长了5到10倍 像这种鱼放到水里面 它的成活率高 三年 四年 五年 它就上市了 解决了鱼苗投放种类 和大小的问题以后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科学估算 投放量的多少了 增值放流 原先一年的200吨 增长到500吨 700吨 现在达到了1200吨 这些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其实离我们这个湖区的 自然生长的载量 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近几年 乌伦谷湖里的白斑狗鱼 和其他鱼的产量 都在缓慢上升 品质也是棒棒的 这乌伦谷湖 给人们最美的回报 人放天养 好的生态环境 养出了好鱼 好鱼卖出了好价钱 乌伦谷湖特有的鱼类资源 是一笔财富 浮海鲜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 把鱼的品质放在第一位 人放天养 科学繁殖 增值放流 走出了生态和经济 互相依存 和谐发展的新路子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 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车车冰块进大棚 大棚底下有大棚 街杆放在葡萄下 喷洒清水防病虫 怪招里面有科学 能让葡萄雪中生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